Hello大家好 今天是想来给你们录一个耳饰分享的视频 这个视频应该就是离上一个视频没有过去非常久 然后呢今天我是打算 因为感觉披着头发耳饰 戴耳饰的话就更合适 所以今天就是这样的一个发型 我也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的习惯 我上一次也有出过一个耳饰分享的视频 但是那个视频的话基本上都是一些金色的耳饰嘛 就比较的单调 所以这一次呢我选了一些比较夸张一点的那种耳饰来跟你们分享 因为我自己平常穿衣服都是像这样子 非常非常简单非常朴素的这种衬衫 所以我觉得搭一个比较夸张的耳环 会让你整体的造型变得比较不一样吧 然后呢今天耳饰有超这么多 我今天可能没有办法把你们全部讲完 就讲多少算多少吧 可能这个视频会分为两次来跟大家讲解 这个视频里面出现到的所有的耳饰基本上都是我在淘宝上面买的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说是不是很难买到这样子 价格的话基本上没有太贵的 就是没有那种七八百的价格 最贵的一副就是三百多 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 那我就从这一副先开始说起 然后这个它就是有自己带一个这种盒子 它是长这样的 给你们拿出来看一下 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一对耳环 这样子的 看到吗 然后下面这个最下面的珠子是磨砂的 这个就是一个粉色 然后我觉得跟我今天这个衣服也是非常的搭 我给你们戴起来试一下 它就是这样子的 其实我戴一只就可以了 大家基本上这边也看不到 这一副我自己非常的喜欢 因为它这个颜色特别的温柔 这个牌子是叫 BAYBAY 它是一个韩国的设计师品牌 所以它的价格的话是稍微有一点贵的 可是它的质量非常非常的好 它的这个耳环的材质呢 都是那种质量非常非常好 特别有质感的那种雅克力材质 我觉得戴起来也特别好看 这个牌子的所有的耳环 我觉得都蛮好看的 但是我挑了一副自己最喜欢的来买 因为它的价格不是说那么的平价 所以我没办法就买太多 下面一副呢 这一副我之前也有戴过 就是我有戴它那个发过照片 是这样子的 它这个也是一个亚克力的材质 但是这个亚克力就比较轻了 就是比较便宜一点的亚克力 这个耳环呢 是因为我当时在微博上看到 晚晚有代码 然后我自己本身就特别喜欢这种 大一点的耳环 所以我就去淘宝上缩了同款 我当时买的时候 淘宝上的同款也不是特别多 所以这一副呢就是一百多块钱买的 但是现在你已经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买到这一副了 这个的话就是特别的清新的那种颜色嘛 所以你可以搭配一些绿色系蓝色系或者是白色的一些衣服都会看起来特别好看 跟我今天这个粉色呢就不是特别的搭了 但这个我也挺喜欢的 就是今天我讲到的所有的耳诗都 都是我自己还蛮喜欢的 嗯 就是主要想给你们 嗯 看一下这些款式吧 就是给你们一个 嗯 我戴上之后的一个直观的那种 买家秀的感觉吧 这个牌子呢叫做Me Too Workshop 然后呢我在他们家买了四对耳环吧 都是我觉得特别好看的 嗯 第一对耳环呢就是 嗯 大家应该反正也有在我微博的照片里面有看到过就是这种的 就是它上面是一个金色的铁环 下面是一个像是泡泡糖一样的这种混色的一个柱状蹄 我的形容词真的蛮匮乏的 大家就嗯 不要管 大家就不要介意 你们只要看这个耳环就好 我不是重点 这副我觉得超级好看 主要是它非常非常的百搭 就你不管是穿可能比较 嗯 就这种有颜色一点的衣服 或者是那种素色的衣发 嗯 都蛮可以搭到的 嗯 我还挺喜欢这一副的 它这个材质的话 其实也没有说非常的好 这个金属圈圈呢它就很软 下面的这个应该是那种软陶的材质吧 我也不是很清楚 嗯 不过其实 不过这些耳饰呢对于我来说我主要是看重它的设计感和款式 所以它的质量对于 所以它的质量对于我来说并不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也不是说天天都带它然后带它去洗澡啊或者干嘛的 对 好 那个是 那个是在他们家买的第一对耳环 微博上也有很多人问我是在哪里买的 就是这样子的 它也是一个软陶的材质 这个这种白色的螺旋状的耳环 它这个耳环呢有很多的颜色 然后我自己选了一个白色的这种 我真的就是特别的雌穷 我只能让你们看一看它这个戴上的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如果你是一个特别喜欢穿衬衫的人像我一样的话 这些比较特别的耳饰呢就会让你的整体造型加分非常多 嗯我是这样觉得的 好这个是他们家买的第二副 这个是耳加不过 因为这个款式它没有耳钉 所以我就买了耳加的款 哎呦它是这种打结一样的感觉 这一家的东西呢都是 特别有设计感的那种 我自己是还挺挺中意这种风格的 戴上了之后就是这样子 我给你们两只都戴上看一下吧 这个就是白色这个结 但这个的话我觉得没有之前的两副百搭 如果你是喜欢这个款式你可以买 但是如果你想要说百搭很多衣服都可以搭得到的话 这个就不太适合 但是如果你没有耳洞 那这个耳加就是刚好可以买来玩一玩这样子 这个接下来呢就是在他们家买的最后一对 这个跟刚才那个白色是同一个款式 都是这种绳结的样式 但是是一个红色的 红色的这个其实就真的不是那么百搭了 尤其是这个款式 这个钮 这个钮的这一款也有红色 我觉得会比较百搭一些 这个就不是那么的百搭 然后我想跟大家说明 就是今天我所有的耳饰 全部都是我自己买的 不存在推广的问题 因为我也不是很喜欢去推广饰品 饰品的话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类 然后我只想跟你们说我自己喜欢 自己花钱去买的那些东西 然后现在来说下一副 下一副呢是这样子的 这个其实就是有点 跟我刚才讲的第一副的风格有点像 可是它的这个质地呀 做工就明显不如那个 韩国的那个牌子 当然价格也是差了蛮多的 这个便宜非常多 它没有说质量非常差 只不过是有那个 三百多块钱的质量在那里 有一个标杆 所以你就会觉得这个的质量 不是那么的好 下一个是这样子的 是一个 是一个以蓝色为主的耳环 这个的话 你就可以搭一些那种雾霾蓝的衬衫 因为我自己刚好有一件雾霾蓝的衬衫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耳环 这个耳环我感觉特别像之前那个演习攻略里面 那些主角戴的那个三个的那种 就这个下面 是吧 有点像 好 然后下面要讲的是一个耳钉 它是这种陶瓷的质 然后它上面的图案是一个那种眼睛 它是一对都是一样的这种眼睛 就很像石膏像的那一种 这个我觉得也特别好看 就戴起来 我之前的很多照片里面都有这一对耳钉 我觉得戴起来非常非常的好看 我自己是特别喜欢这个的 就是它稍微有一点坠 因为它的材质的关系就稍微有一点坠嘛 这个的价格也特别便宜 你就完全不会觉得它是十几块钱一个的那种价格 我还蛮喜欢挺推荐的 反正店铺都会到时候打在字幕 然后呢 下一副耳环是我都有拍过照发过微博这样子 是这样子的 我当时发微博的时候 很多人都觉得这个耳环有一点夸张 它确实是特别夸张 所以呢 也是推荐你如果是穿一些白色的衣服的话 搭这个就会挺好看的 怎么样 我觉得蛮好看的 这个耳环的话呢 是我朋友送给我的 它是一个国内的设计师品牌 叫做绿场 它们家的耳环都是这种 亚克力的材质嘛 还是什么塑料的材质啊 然后颜色都是那种特别跳跃 戴上之后就会让人觉得 心情特别好的那种 这副我自己非常非常的喜欢 可能会有一些人觉得它比较难驾驭吧 怎么样 好看吗 好 下一副耳环呢 下一副耳环呢 是长这样子的 它是一个木头的材质 也是非常非常浮夸的款式 这是一样的 但这副耳环我没有非常的喜欢 这副耳环是因为它的那个 呃 形状的关系 所以你每次戴的时候 它都会跑到别的地方去 你看它戴上就是这样子 跟我后面 跟我后面的背景融为一体了 有没有 其实它 呃 还是蛮好看的 只不过是它有的时候 会这样子 会变成这样子 看就飞起来 我觉得蛮尴尬的 所以我不是特别特别 所以我不是特别喜欢带它出门 但是它就是 嗯 以设计感取胜吧 好 然后下面一对 是长这样的 这个之前在我的那个 饰品开箱没有带过 好像也是有蛮多人问的 它这个也是那种 上面是一个金色圈圈 下面挂了一个这种 像是 琥珀吗 的那种花纹的一个感觉 这个就特别小清新 穿一些比较素色的 嗯 就非常的好看 很淑女的感觉吧 它戴上了之后就是这样 有一点热 然后呢 今天我就先给大家 呃 推荐到这里 等其他的东西 其他的耳环 我们就分到下一集再讲 因为我现在赶着出去吃饭了 然后如果再不去的话 就有点来不及了 好吧 那那个还是一样的啊 就是如果你喜欢我 或者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给我 点赞收藏弹幕 对 好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啦 我现在要去 嗯 吃饭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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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